这是我们的美女博士 她今年上半年还在比利时读博 什么工作呢 作为学生 是苦难呢 好 你坐我旁边吧 走 农民科学家 你去群田都这样骑这种 电动三轮车吗 对 我们都骑这个 后面还蹬着两个小孩 两个博士 研究生 你们两个平时都让司姐当你们的司机 没有 她也正常吃起 只是我们俩抢着 抢着她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生态修复区的区域 在找我们那个GPS的位点 每天都要在户外晒那么六七个小时啊 婷婷 对 是的 那你怎么还保持现在的颜值 心态 心态更重要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温湿度移安放上去 这样就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点 你为啥要当生态学家 丁丁 其实我最开始是一个植物爱好者 然后非常喜欢森林 就是想把我们像这样干热的地方 也能变为森林 自然是很复杂的 没办法研究清楚 但是这种复杂 你会觉得非常的让你投入的去生物啊 作为生态学家 你既要有农民的吃苦耐脑 也要有工人的能够装机器啊 解决设备的问题 当然也要有科学家 也有科学思维 走 回家 累不累 这样 如果出太阳的话就特别的热 今天这个天气就特别好